洋葱大家都不陌生,是日常饮食中常见的一种蔬菜,平时多吃洋葱具有以下功效,一,常食用洋葱,能降血糖,血脂等,吵着吃或生吃均渴,二,洋葱里会发有可起到降胆固醇物质功效,可有效收拾血管,心脏关状动脉,加醋纳盐排泄,达到降血压,防血栓作用,三,根据调查发现,经常食用洋葱相比不实, 食用的人,患胃癌几率要低,四,洋葱里葱辣素,具有很好的预防感冒作用,夏季是最适合食用洋葱的时候,洋葱清下来,不仅肥薄,胃还不太辣,最富有营养,所以,建议夏季常食用洋葱,来强新健体,均衡营养,洋葱是以选子批的,营养更高,胃更重,更有健康,以下食用洋葱方法,会令洋葱更有健康的健康。 有利人体健康,一,洋葱沙拉,不少人担心吃洋葱会让嘴里有味,这不用担心,可用洋葱做沙拉吃,吃神洋葱沙拉,于身体更健康,有一,二,羊肉,洋葱,洋葱适宜搭配洋葱食用,因为重,所以力难,再搭配洋葱同吃,这样,能令男性更强大,具有不错补养功效。 三,凉拌洋葱,洋葱清洗净,切丝,放盆里,加清水加盐,泡半小时,盐水泡洋葱会去除腊外,洋葱捞出放盘,放醋,糖,香油,盐调量半日食用,这样做出的洋葱不仅味道酸甜,深拌洋葱可令营养避免流失。 四,黑木耳洋葱,木耳凉水泡发,洗净,开水超下,捞住过凉水,沥干,洋葱切片,放些香菜,加盐,生成,糖,醋,香油举余提可。 五,醋泡洋葱,洋葱,去外皮,切片,微波加热,大概两个三分钟,洋葱放容器,加五大切醋,放冰箱,第二天使用就可,每天使用可降血糖,减轻体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